1月13日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 這次選舉對於國防政策的方向會有很大的影響 然而國防政策這種吃力不討好的選舉牛肉 即便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最關重要 各候選人能不談就不談 而是打著對方的缺失進行選舉攻防 實際的政見卻很少被討論 任何合適的國防政策都需要一層一層不斷的拿出來討論檢驗 才能在執行之前找出其中的問題及時改進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各候選人的國防政策 到底哪些急需要執行 哪些是根本做不到 對我來說無論是誰當選 正確的政策就應該全力執行 錯誤的政策就應該停止 為了反對而反對或許會獲得政治利益 但是卻嚴重傷害國家安全的未來以及軍民的福利 所以今天我不會告訴你票要投給誰 但是我希望這部影片 讓大家更了解這些國防政策實際的影響 實際了解之後再好好綜合評價 你認為最合適的候選人應該是誰 今天的內容將會一屋一齊 不對稱作戰 軍民關係 國防預算 流行率來分批討論 在聊國防政策之前 需要先想清楚國防的本質是什麼 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國防存在的目的並不完全是打贏勝仗 而是讓台灣具備一定的國防實力 來讓中國高層不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 打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 純粹與外交手段來防止戰爭並沒有用 台灣身處的國際情勢 導致我們短時間內沒有辦法加入任何強大的軍事聯盟 也就代表如果真的打起來 沒有任何人有義務要協防台灣 如果靠不了別人 那就只能靠自己的軍事能力 再加上中國獨裁專制的政體 純粹用外交手段根本沒有辦法確保戰爭不會發生 你覺得普丁在乎俄國人民想不想要戰爭嗎 人民的意願根本不重要 在這樣的狀況下 想要和平的唯一出路 就是強化國防才有對話的可能性 而不是純粹依靠外交手段來爭取和平 歷史上已經有太多自以為用外交手段有用 最後還是被拖入戰爭的例子 在戰爭與屈辱面前 你選擇了屈辱 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 國軍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 身為數十萬人的龐大組織 加上超過百年的歷史 都導致國軍的改革非常困難 但是卻絕對有必要 無論是企業或是政府 想要讓一個大型組織能有效運作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培育以及招募 有再好的裝備沒有合適的人員來操作也只是浪費錢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 國軍志願E人數逐年降低 戰鬥部隊邊線比不到八成 國軍要有好的人才就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是招募的效率 第二是流益率 話說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國軍人才招募網站中的薪資待遇網頁是空白的 只有一行字寫著網頁建制中 敬請期待 我其實蠻傻眼的 老實說這大概是從軍青年最注重的資訊之一 結果網站上卻沒有頁面說明 所以你要用什麼來吸引大家入伍 呃...幹勁嗎? 對很多民眾來說 國軍目前的薪水並不低 依照中華民國統計處的資料 台灣薪水中位數為年薪50萬 也就是月薪4.2萬 而這其中已經包含獎金之後的稅前薪水 以目前國軍的薪資 大約中士或是少位就可以超過中位數 而士官長的薪水則是大約介於5到6萬之間 少校到上校則是6到8萬之間 然這樣的薪水看起來不錯 但實際進入軍中服役就會發現並沒有想像中美好 職業軍人與一般上班族最大的差別就是沒有自由 就算出營區休假 也有可能隨時會被召回處理業務 關鍵越大越多鳥事需要處理 這導致儘管薪水不錯 但是超長的工作時間算下來時薪極低 我在經六節服役時 帶我們的教育班長非常盡責 在新訓時 基本上教育班長每天都需要比我們早起 比我們晚睡 除了帶兵之外 也需要處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業務 只睡4、5個小時都算很正常 有時候還會出現一次連續執勤24小時的狀況 一般上班族如果加班太嚴重 理論上可以積駕 但是國軍因為人員嚴重不足 所以就算有駕也很難有機會可以放 根據國防部2024年預算評估報告 國軍最願意官兵人數已經下降到15.5萬人 第一線部隊的邊線比不足八成 這代表理論上要給10個人做的工作 實際上只有8位官兵來執行 裝備已經跟不上時代 人力又嚴重不足要怎麼打勝仗 更大的問題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人力嚴重不足 導致留在國軍的官兵工作量暴增 間接影響很多人不堪負荷選擇提前退伍 更多退伍的官兵就讓選擇繼續奮戰的國軍弟兄業務更加繁重 就在引進埃布蘭神盾艦 F-35都會遇到有裝備沒有人操作的窘境 儘管先進武器大多可以減低所需的人力 但同時先進武器的後勤以及訓練的負擔更重 越先進代表武器系統越複雜 也需要越多人力來維持 所以我可以很不客氣的說國防預算提升到3%根本只是最低底線 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 不提升留營率不提升招募效率 未來的狀況只會越來越慘 無論是走募兵制或是徵兵制都需要錢 募兵制需要專業的精英部隊 訓練以及裝備的投資都非常花錢 而徵兵制大規模的部隊訓練需要場地 需要大量專業的部隊訓練新兵也很燒錢 過去數十年以來政府的國防政策改來改去 導致一直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 制度轉換的過程又要額外花一大筆錢 所以留營率為什麼會如此之低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說還好我退了 國軍一般企業中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優秀的人才 並不會因為表現優異就有更多的獎金或是更好的升遷機會 但民間企業工作只要能力夠強 無論是在公司內部升遷或是被其他公司挖角 都有很多不同的升遷機會 然而因為國軍缺乏有效的淘汰機制 就算你表現得再好 只要有人卡住你的升遷機會 你也就只有退伍或是繼續等下去的選項 這問題其實大部分的公家機關都有 這也是為什麼公司會被當作鐵飯碗 但是相較於私人企業只要表現出問題 公司可以隨時開除不適任的員工 然而軍中除非是嚴重違法亂計 表現較差的官兵沒有如同私人企業被淘汰的壓力 能力很強的官兵也很難因為優異表現 升值的速度更快 整體來說國軍流營率低 招募不順的問題並不是薪水提高就可以解決 問題還是出在軍中鳥事雜事太多 文書處理作業繁雜 裝備老舊導致有永遠修不完的裝備 複雜混亂的人際關係才導致很多人選擇退伍 無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都嘗試用加薪來提升流營率 但是效果很明顯不符合期望 民進黨主張未來的訓練會在意義訓練中 學習美軍與模組化方式訓練 增加一起的同時也增加實戰訓練 包含刺針、紅準、標槍以及無人機的操作 射擊訓練的強度也大幅度增加 理論上這都是很好的國防改革 與民眾黨提出的實戰化以及專業化部隊很類似 對於留住官兵的確有幫助 然而實際執行上還需要觀望 方向是對的 但是場地、裝備、後勤問題還沒有解決 目前還很難說 國民黨提出的政見是增加戰鬥部隊的薪水 我也希望國軍薪水可以更高 但這不會是決定國軍弟兄繼續奮鬥的主要原因 除了人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國防預算的增加也是討論的熱點 身為全世界最有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區域之一 國防預算不到3%本身就很荒謬 高地阿拉伯6.6% 以色列5.2% 俄羅斯3.1% 韓國2.8% 世界平均2.4% 然而台灣呢 加上特別預算之後也只有2.5% 這代表不只是先進武器的採購會出現問題 同時也影響到國際上對台海戰爭的協防意願 世界各國持續對烏克蘭軍演的前提 是烏克蘭國民表現出頑強抵抗的意願 然而台灣民眾不只從軍意願不高 國防投資又低 講得聽一點 協防台灣並不是一個CP值很高的投資 如果你是美國總統 你砸了一堆錢給了一堆先進裝備 結果一開戰就被暴打 先進武器被搶回去 拆解逆向工程 那你還願意支援台灣協防台灣嗎? 靠山山島靠人跑 想要獲得國際支援要先做好自己的國防 讓大部分的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有能力保護自己 才會願意在必要時刻支援台灣 這方面只有民眾黨的國防政策中 確定把國防預算推到3% 民進黨以及國民黨在這方面都沒有明顯表態 雙方都支持提高國防預算 但是在實際上如何執行卻相對模糊 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競選口號 就包含國防預算維持在3%以上 然而在執政8年期間從未達成 趙少康在訪問中也提到 國防預算主要依據威脅來調整 然而國防建軍需要花數十年的時間準備才會形成戰力 如果根據威脅來隨意調整軍費 對國軍的戰力以及長期的發展影響很大 蔡英文政府在過去8年中完成許多重要軍購案 對國軍的建設有不小的貢獻 然而在軍費投資這一塊仍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如果不算特別預算 這8年的國防預算大約在2%左右 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 也從未在國防預算上給出確切的承諾 較為可惜 因為篇幅過長 所以我們會在這週末推出下集 把剩下的關鍵國防議題一次講清楚 整理這些資料並不容易 現在我都把讀稿記者會全部看完的份上 訂閱我們幫助我們繼續前進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DBS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向大家 我們下次見